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确断出很难为人所知晓的事情 若说其真实存在 他们又无法拿出确凿的证据 那么鬼神到底是什么 一 阴阳 能量亦或能量场是有正负之分的 正极能量场为阳 负极能量场为阴 因此 当某一地域的能量场表现为正极 我们会觉得暖和舒适 反之 若其能量场表现为负极 或为阴极能量所充斥之时 则顿时感觉阴冷 毛孔直竖 极不舒服 另外 活人为阳 人死为阴 因此进入阳宅之中 若阳光充足 则会感觉温暖舒适 生机勃勃 而进入墓地 即便阳光普照 仍然会感觉阴森阴冷之感 此种情形多是能量释然 人的思维活动可产生巨大能量 通过信念产生的能量 可驱动身体各器官及机能运动 从而使外形发生变化 信念专一时获取的宇宙能量较大 而使其发挥的效能较大 此时达成的目标 完成的任务 常常令自己感到吃惊 科学地讲 这种超常发源自自身潜能 自身能量的提高 有内在和外在两种情况 内在者内心专一 真气内守 此时全身关窍打开 可最大限度接受来自宇宙的能量 补充体能 这也是道教修炼的基本理念和方式 外在者 我们需要从食物中不断获取能量 肉类为动物尸体 所以虽然食肉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动物蛋白 但其性属阴 因此肉食通常增加我们自身的阴性能量 故而以肉食为主的人身上的阴性能量聚集较多 而多容易长胖 因而滋生各种疾病 素类食品如果蔬瓜菜豆等 在自然界中饱受日月精华 吸收阳光雨露 吸收宇宙能量较多 而表现为阳性 所以素食者通常阳气充足 而神态清爽 身体健康 如上所论 人的心念可调动全身机能运转而产生能量 心正者 其产生的能量通常表现为阳性 所以此类人通常刚直不阿 以身正气 心存邪念者通常表现为阴性 身上为阴性能量所聚集 令人不愿接近 有些阴性能量较多时容易产生轻生念头 而当一个人心生邪念 则容易召集周围的阴性能量 当阴性能量达到一定的程度 即容易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蠢事 灾难便在所难免 因为诵经其实是一种自我颤罪的过程 也是使自身心神专一的过程 更是获取宇宙能量的过程 因此很多身患绝症的人进入玄门持戒诵经 既可从素食中获取阳性能量 亦可在心神专一之时获取宇宙中的阳性能量 使其体内充满阳性能量 将原有的病气、邪气等阴性能量驱出体外 疾病自然慢慢好转甚至康复 这是众生信仰宗教的原动力 也是人们信仰道教的原动力 三、能量的感召 法师道场的效果完全取决于斋主的心念和法师的心念 做法师的法师有其秘传的手法和符咒等 这些都是形式上的外在的表现 法师是否有效还得看法师做法时是否信念专一 是否能在瞬间调动周围的能量场 即来自宇宙的能量 使斋主身上或某一屋宅中充满阳性能量 效果便立竿见影 而法师念咒、画符、焚烧纸钱等仅仅是一种形式 其功在于调动能量 通常情况下法师调动宇宙能量的能力 与气功修持有关 其炼气功者岂可迅速使信念专一 而接受能量的速度较快 因而法师的效果也较明显 能量是一种脱离于物质 又与物质紧密相连的存在方式 科学界已证明 反物质与正物质发生碰撞 将会百分之百的完全湮灭 转化成能量 为此我们开始考虑一个问题 这个过程是否可以反过来 即能量分裂成正物质和反物质 所以当我们再次回过头来考虑构成宇宙的三种元素 这个问题时将会更系统化 更精准确切成时间空间能量 而不再是时间空间物质 我们错误地认为能量也属于物质 倒不如说是其实物质属于能量 例如光是一种物质 但它更是一种能量 也有人认为时间空间能量 可以简化为时间能量 太阳是地球上的能量的直接来源 可以说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宇宙中存在各大星系 以太阳系为例 各大星体不断接受来自太阳的能量 通过不断的周期性运转而相互影响 产生不同类型的宇宙能量 这些宇宙能量以各种波的形式 对地球上的万物产生影响 使其对我们的整个生命过程 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 这些宇宙能量可以称为外能量 或阳极能量 人体自身产生的能量 可称为阴极能量 所以人体是将来自宇宙的阳极能量 与来自人体自身的阴极能量 相结合的统一体 阳极能量主动 而阴极能量主静 4.鬼神到底是什么 自然界中有些能量是属阴的 即来自于一个生命的陨落或死亡 通常人的躯体死亡 身体不再接受来自宇宙的能量 人的身体各机能停止运转 此时的灵魂或人体固有能量离开躯体 以游离电波的形式进入不同维度的空间 当灵魂离开躯体 根据其躯体所摄取或产生的能量的大小及属性 分别进入不同的空间 躯体摄取或产生的阳极能量圣 则进入阳极高层次能量聚集的空间 即神仙界或天庭 若躯体摄取或产生的阴极能量圣 则可能进入阴极低层次能量聚集的空间 即鬼界或魔界 所以鬼神其实也就是存在于其他维度的能量 神仙是高层次的阳极能量 鬼怪则是低层次的阴极能量 能量是不定的 可能随时入侵人的身体 当阳极能量充满时 使人精神爽朗 心情舒畅 精气神俗 气血充盈 当阴极能量充满时 使人精神沮丧 心情低落 气虚血亏 负面情绪较重等 当然能量也可能随时离开躯体 所以我们身体时好时坏 心情时高时低 这都与能量的影响相关 当我们睡眠不足 气血运行不畅 则阴虚 睡眠质量不高 吸取宇宙的能量不顺畅 则阳气不足 阳虚而阴盛 自然容易使身体阴气充盈 阳难以置阴 身体自然呈现病态 人生之时以五股杂粮为食 因此带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气 自然界中亦充斥着这五行之气 春日并成木气 夏日变成火气 长夏并成土气 秋季并成金气 冬季并成水气 五行与五智 则怒主干属木 习主心属火 思主脾胃 属肠下 及四季土 忧主肺 属金 孔主肾 属水 故而若人死于肝病 则其灵魂或能量多些木气 为此类能量所附体 则呈现发怒 则呈现发怒脾气暴躁之态 若人死于心病 则其灵魂或能量多些火气 为其所附体 则呈现喜怒无常 疯癫之状 若人死于脾胃之病 则附土气 受此附体者 多脾胃不佳 气障之数 若死于肺病 则其灵魂多些筋气 故受此附体者 多身体发冷 虚弱 咳喘等 若死于惶恐或肾病 则其灵魂多些水气 故受此影响者 多惊恐猥琐 因此高明的法师 可以通过症状 判断为何种灵体附体 附体灵属于何种属性 进而得法 依采集不同类型的能量与致之 因此所有附体或超度等法式 并非任何时间都能操作 必须选择时机和有力的时辰进行 方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万事万物 均离不开阴阳和五行生客的原则 能量与鬼神亦如此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万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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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